请教几种状况之前 想先请教立文姐 刚刚讲到昨天晚上的那场晚会 现场应该是有喊出来是破两万人的 那确实有五个字是大家看得清清楚 叫风雨深信心 过去我刚刚其实在上上个小时也谈到 我们比较常看到民进党的全党力挺艺人 不过昨天我们看到了大团结 而且是实质上的团结 蓝尾全部到了 北北桃的市长也淋雨在乡庭 朱一伦主席到了 马英九也到了 当然马英九也自己在凑自己 他就说呢 他之前上次服务选来了五次 这一次住两夜来了五次 所以总共一共有十次 这不叫死亡之卧 叫胜利之卧 那他也喊话谢国良 你一定要连任 不连任的话实在是打你一顿 也讲到政府有点下流 不光是这个立法院的 最近的攻防也好 刚刚立文姐你也讲到了 我们看到是高经委员出现 其实这一波也促使了 仇恨值的累积 是来自于我们的执政党 这也给了这个霸梁最后阶段 甚至在昨天的那个晚会上面 我们看到大团结的这样的一个戏码 是一个最大的天才火吗 立文杰 对没有错 我觉得这一次 谢国良在反罢免的这整个的活动的节奏 其实都一直掌握得很好 然后这一次的反罢免的行动 我认为整体来讲的战略 都处理得非常的好 第一个不但没有因为罢免的这种骚扰 而且他们因为是非常无厘头的骚扰 所以你其实是会很容易被激怒的 你刚刚接了基隆市政府 每一天都飞航的辛苦都在拼市政 更何况还有林佑昌留下来的这么多的烂摊子 收烂摊子的心情就已经很不好了 对吧 可是你在收烂摊子的时候 还有人泼脏水 还有人说这个烂摊子是你造成的 谁不会心里一把火呢 大家一定都很不平衡吧 应该很生气吧 可是这个时候你不能够生气 你还必须平稳下来 然后想好整个应战的计划 因为这也是应战一场啊 不能小觑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在整个的心情上面的平稳 我觉得是做得很好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谢国良他自己的调整 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乱了他市政的脚步 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每天想的就是怎么复仇啊 对不对 怎么样顾好自己的这个市长的位置 相反的他反而应该要在市政上面 更加倍的努力 更加倍的辛苦 所以你可以看到 谢国良乃至于整个的市府团队 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头 不但不被霸梁团体激怒 而且更加努力 加倍努力的做好市政 但是另外在市政之外的 反霸梁的行动 也是完全不敢小看 然后你可以看到 就整体的国民党包括谢国良本人 就是把它当作一场正规的选举 全力的撩禄 包括空军陆军 那不只是整个基隆团队动了起来 我是说选举跟党部的 而且乃至于全台湾你也可以看到中央党部 也都动起来了 然后全台湾的不只是蓝营的大咖 中咖小咖 通通全部通通动起来的 帮忙扫街 帮忙拜票 帮忙这个街头的演讲 乃至于昨天的这一场黄金大晚会 基隆其实地方不大 人不多 所以一场晚会两万人 那已经是天花板了 那么也展现出这样一个非正规的选举 居然可以把蓝营的群众全部召唤出来 你就知道心里头有多火了 你就知道名气可用 你就知道基隆市民事实上是受不了了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么高的一个投票率 立文姐我想请教 因为过去你自己也是国民党立委 能够让大家这样子一起 就是当然是有发假动没有错 可是大家昨天不管是 我看到连陈雪生他们全部都到齐了 这领导的立委也都没有缺席 不像之前要假动的洋药还可以没有来啊 这是一回事 看到他们大团结这样的一个气氛 那确实你是不是也觉得还蛮少见的 那接下来的大罢免时代 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 国民党是已经制定了一个SOP 应该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进行热战吗 我觉得接下来明年因为跟基隆是不一样的 明年是立委的选举 所以明年的罢免战会跟 现在的基隆的罢免战是很不同的 因为它不会只有一个选区 明年而且呢 因为是民进党发动罢免国民党 国民党也会发动罢免民进党 所以来来回回加起来 可能全台湾会有将近20个立委的选区 在进行罢免 那已经变成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选举了 但是这一场的基隆呢 因为只有基隆一地啊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一开始就讲了 国民党是全面性的大团结 而这个团结呢 是有气的 是累积了很久的气 然后再加上赖清德上台之后的 这种强硬阿霸的作风 更加是激怒了在野党 所以在野党知道说这一亿绝对不能输 因为否则的话 如果今天基隆市的罢免输掉了 哇那我觉得对于整体在野的士气 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击 所以大家知道这一亿输不起不能输 这也是为什么整体国民党的人 上下同仇敌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也是为什么昨天的晚会 可以办得这么的成功 有时候不是你精英的政治人物 请朝而出 或者是上面的人很重视 下面的人就动员得起来的 你一定要有这种大环境的氛围 更何况这一次的选举 中间遇到了柯文哲的大弊案 所以整个的新闻焦点是转移走了 柯文哲的大弊案之后 马上来的是一个史上最长的台风天 台风架 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 其实选举的热度已经冷却了 已经整个不是新闻的焦点了 在这种情况底下 居然还有这么多的人出来参加晚会 而今天还有这么高的投票率 你就知道所掩藏的那种民意的愤怒 是已经激进沸腾了 所以才藉由这一次的反罢免发泄出来 那我也希望这个东西给民进党一个很大的警讯 你带你当家的人带头作乱 而且呢你今天还要越做越乱 明年还要有一个全面性的 几乎迎来一场莫名其妙的全国性大选 你想想看 他明年要全面性的打罢免 那就表示现在的这个预算会期 他绝对是跟你站到底的 他不会妥协 不会让步 不会跟你讲理的 一定又想要把仇恨值拉到最高 所以民进党的恶劣 我希望这一次基隆罢免的失败 能够让他们学到教训 虽然我觉得他们不会学到教训 没错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